首相拿督斯里·安华说 马来西亚坚定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诸禄 释放所有巴勒斯坦人质且同意和平方案 出访卡塔尔的安华今天在脸书发表贴文说 他会晤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率领的代表团 以及哈马斯前领导人马沙尔什提到此事 他说马来西亚也将继续致力于在国际层面发挥作用 制止以色列对加沙最南端城市拉法的袭击 包括动员更灵活的努力帮助加沙战争的受害者 特别是人道主义援助、医疗和教育 自近八个月前爆发冲突以来 由于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残暴 已有数十万巴勒斯坦人伤亡 加沙半数土地遭到永久破坏 马来西亚赞赏哈马斯愿意释放人质 特别是儿童和妇女并接受阿拉伯世界 伊斯兰合作组织和国际社会的和平方案 安华也在会上 对上述动乱中失去至心的哈尼亚致哀 随着加沙和拉法地区的严峻局势日益恶化 他也在会上聆听最新战况 在卡塔尔展开为期三天官室访问的安华 昨天拜会该国的两名最高领导 深入探讨以巴冲突及加沙地带的态势 他说两国一致认为各方都需要发挥作用 寻找结束巴勒斯坦人民苦难的方案 马来西亚是几乎谴责犹太复国主义暴行 且是支持建立拥有独立主权的巴勒斯坦国的国家之一 自去年10月7日以来 巴勒斯坦与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之间 已进入七个多月的战斗 随着以色列最近对拉法的入侵而恶化 迄今已夺走35,000多名巴勒斯坦人的性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